原标题,歼20战力威和能猛增十五代,总是正式中国王派导弹机动能力第一号战上新涂装的歼20双击冰队很威猛伴随着中海航战上歼20战目的空中摇演。 中国第四代隐形战机的战斗力如何引起各方猜测航战上的飞行展示,只代表歼20战机本身机动性能的提升,这就如同一个人有了非常快地速度与灵活性,但光靠跑是没法打倒对手的。 作为歼20的杀敌力舰,中国空对空导弹水准如何,先行空对空导弹加引擎战机会有多大效果。 对此,霹雳10E导弹总设计时两小羹指出,战机的性能提升一倍,战力随着提升一倍,空对空导弹等武器系统的性能提升一倍,作战性能的提升将会在十五倍以上。 这两条,歼20将霹雳10E就做到了,歼20B的特技动作既经四座本届珠海航展上,歼20B推力使用版的巨大成功,也带火了人们对歼20的未来猜测,而歼20的高机动飞行,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款中国标准的第四代战机,国外意义上的第五代的作战能力。 巨间,20首飞时飞原理刚赞叹道,这架战机是中国迄今最梦幻战机,操作就像我们在手机上玩游戏一样,从发现目标到导弹发射非常快,而且,先进的信息化电子座舱,真正实现了信息在眼前,控制在纸边,一切就像科幻变成现实一样。 P-01,01用特殊化架,装在尖的20尺弹舱内,但仅有先进的战机只是成功了一半。 就像美军的F-2F-35也配备了AIM-9X第四代空空导弹一样,中国也为舰20专门研发了P-11空空格斗导弹。 这两小朋友总设计师讲,战机的性能每提升一倍,带来的战力提升也是一倍,但左携带的空空导弹性能的提升,带来的战力提升就高多了。 比如,P-11空空进去格斗导弹,就能让尖10B或者尖20的战力,提升达到15倍。 也就是说,即便尖20的初始型号,存在一些国外认为的威瑕,但有了P-101E就能很好的弥补些许差距。 P-101E的发射货载和机动范围就很大那么,已经连续在两届珠海航展上露面的P-101E空空格斗导弹,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呢? 据介绍,P-101E空空格斗导弹的机动能力世界第一,已超过了美国最新的AIM-9X,可以非常迅速地打扩地转弯,F-22与F-35战机,很难靠机动动作逃脱它的追杀。 更重要的是,P-101E空空格斗导弹采用的是先进的红外面成像技术,这一技术具备很好的抗干扰能力。 F-22与F-35战机,所携带的普通红外右耳弹对它没有什么效用,而且20公里的有效射程,以及可以打击隐身战机的能力,已经不仅仅是格斗弹的水平了。 已确认兼20斜P-01,01具备坐在能力分析认为,有消息证明,中国正在多型先进战机上测试全向推力矢量技术的发动机,当然也包括兼20战机。 而且通过阳外总师的答记者问,也证明了这一点,也就是说,如果采用高性能的新型推力矢量发动机,尖20的性能会提高一倍,再加上可以携带P-101空空格斗导弹。 这足以是尖20的战斗力相对三代战机提升不止15倍,有了尖20加P-101,再加上包括量次雷达在内的反隐身信息系统。 现在中国可以自信的宣称,对于F-2与F-3-5等隐身战机在中间的部署,中国从此不有了底气,均平成光文转于2018年11月9日。 订阅、体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